近日內地互聯網廣泛流傳一段深圳地鐵閉路電視影片 片中一名女乘客衝入售票處狂偶一名女售票員 深圳地鐵講述少事的原因指 這名女乘客要為子女買兒童車票 而兒童車票只可以在售票處購買 但地鐵女售票員沒有聽清楚 兩道叫她前往售票機購票 於是這名女乘客因為買不到票所以怒火大爆發 先隔著玻璃將宣傳冊子的紙盒丟入售票處 又聯同朋友和地鐵職員和保安展開罵戰 怎知女乘客趁朋友和職員議論時 靜靜地打開售票處的門 不僅且售票員頭髮將她推倒 又用鐵燈打她 用腳猛踩再用一桶水淋向對方 當女乘客被保安員拉開時 最後再打她一巴巴 事後有人報警 雙方都被帶走配合警方調查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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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